你对清明节的信息有什么了解 大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扫墓 记足 纪念先人吧 你会去吗 我到清明节的时候还是会去 去拜望就是已经过世的亲人 传统文化毕竟是几百年上千年了 我觉得应该是坚持的 就是每年都去吧 也会去一些就是比较亲近的亲切 就是比较老的 比如说我都没见过那种 那就你也不会了 你家里边人应该会去参与 但是我自己不担心去 可能还是大家觉得就是不太重视 记足会少些 每一个节日都是要把所有的家人团聚在一起 包括对先人的纪念呀 我是支持的 因为其实那我觉得中国文化还是需要去传承的 清明将至作为传统的重大春季节日 到逝去的亲人目前祭嫂 铲除杂草 添加新土 焚烧纸前并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 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 虽对这一习俗有所了解 但甚少参与 成年人的重的青年 这个意思是比较淡薄的 因为他们往往都进城了 离土离乡了 乡土观念 乡土的这个距离感 它的这种气氛的感染性 对它的影响都弱化了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专家介绍亲民祭祖的习俗 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应该说从商周时期 它就有这种记载 尤其是开元年间 唐玄宗就明确 就是说 允许官员在亲民节期间 进行扫募祭祖 到了北宋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就成为定例了 因为它吸收了融合了这种 韩世界的一个特色 那里面更加具有这种家国情怀 专家认为 亲民祭祖更多强调的不是仪式 而是内心 应该让更多年轻人 理解并认同 慎重追远的文化传统 祭祖这一块 它其实是 就是文化的认同 就是说你认同自己祖宗 自己国家 对自己出生 对自己的过去 对自己的由来 对自己的族群的认同 它其实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兴 对以后辈来说 也是希望看到我们先祖里头 有一些这种人人自适 有一些值得歌颂的前辈 甚至呢 它形成的家风 形成的竹风 带给我们良好的这种遗传和良好的文化的熏陶 所以这个也就是祭祖文化的一个吸引力所在的一个地方 如今网上祭祷 数字科技祭祷 代课祭祷等多种祭祷方式 也可以很好满足人们亲民祭祷的需要 专家表示 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 祭奠祖先 缅怀新人 最重要的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 崇尚生命 慎重追远的精神力量 更是提醒人们珍惜当下 面向未来